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然后你也会常常到你喜欢的商店和餐馆消费 当日子久了 你就是他们的老顾客了 当公司出了新的保单的时候 那么你就很容易在你的顾客群里找出哪一些是你的准顾客 因为你已经了解了顾客们的嗜好 以及他们的财户状况在哪里 所以那是会高效率的成交更多的保单 我在那区域里有一位购户 我在他的家庭成员以及亲朋旗友那里 已经成交了73份保单 检验来说 我已经成交了他第三代保单 就是说 爸爸妈妈 孩子们以及孙子们 我相信我自己一定能成交他们第四代保单 在那家庭成员里 我第一张保单只是区区的一张医药卡保单 但是这张医药卡保单 当因为有意外事故 我完成了他高额的理赔 拯救了他孩子的一命 接着我的客户就自大自小了医药卡的重要性 保单对他们是很大很大的帮助 而且能够解决他们的财务状况 之后 我这位保客陆陆续续的 介绍了很多他的亲朋旗友 以及家庭成员给我成交了更多的保单 而且在他的家庭成员里 陆续的每年他介绍了 很多的保课给我 因为转介绍的高效率成交保单 是最快最棒的 接着提升名誉 我们要知道 在我们的保险领域里 reputation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因为在我的重点区域里 我常常如果顾客需要的时候 我会亲自再送他们录院 通常能够达到四倍更半的效果 因为你给了他们特别的服务之后 那么名誉好就容易成交更多的保单 接着在保险领域里 我们的人脉也是非常重要的 因为有更好的人脉 能够成交更多的保单 比如说你们可以参与社交的团体 那么那边是可以认识到 很多很多的高保单的顾客 那么你可以成交更多的保单 接着我们要以客户长保温度 因为与客户有很好的联系 那么你跟他很好的沟通之后 能够建立客户对你的信心与关系 然后接着我们每一天现在 因为客户发大 你都会收到很多客户的信息 问你说他们的保单的利益 以及理赔的事件 很多时候我们都是照着 在我们的hand phone那边 回他们的WhatsApp和WeChat 但是以我的经验 如果要更好的有效的解决方案 解决客户对你的疑惑 我通常都会亲自打电话给他们 如果是更好的解决效果 亲自拜访他们是更好 因为以我的经验 当顾客信息给你的时候 然后他们也会 会回回他们的语气来回你 通常他们的语气都不是很好的 所以通常一定要用解决的方案 最好是要亲自打电话他们 那会更好与他们更好的关系 所以接下来 我们一定要自力成习惯 每一个月我们一定要成交保单 要习惯性的 每个月一定要成交更多更多的保单 不能够吃零蛋 因为理解了更多的保单 就能够给我们的原有的 assisting client 转介绍更多的客户给你 这能够也使到 我们能够每一年达到我们的目标 就比如说 为什么怎样我们能够成交更多的保单呢 就是当公司每一个月 都会出很多的contest和campaign 所以我们一定要 die die must do die die must do就是说 我们一定要给自己的 遗忘说 我们一定要能够每个月达标 我为什么能够轻松的成交 每年超过100间的保单 来完成我17年的MDRT呢 是因为我累积了超过2000分保单 老顾客的优势的优势 给他们节乐的祝福 而且也要送上礼品给他们 这能够保障我们给客户的需求 以及老顾客继续能够跟我们买 所以老顾客是给我们销售人员潜在的客户 在保险间里 prospecting是非常重要的哦 所以我们学习的法则就是 当你present plan给顾客的时候 很多时候我们一定要眼神望着你的准顾客 要表示聆听他们的话题 而且当顾客谈话的时候 你一定要专心的看着对方哦 最重要你的眼神一定要望着你的准客户 然后当顾客谈话的时候 你要表示提问给他们 而且要有反应 到懂得适当的提问 表示对他的兴趣 当客户谈到兴致阔阔的时候 千万不能打断他们的话题哦 因为这是不礼貌的 接着当客户谈到很高兴的时候 也不能够硬硬的转入我们的保险话题 因为别人会觉得不烧 因为别人会觉得你烧性 不重视他的话题 然后如果你的心情不好 你一定要收着 不能够收在你的客户面前 因为这能够降低我们的抗性率 除了提问 你们一定要在客户面前 有很好的回答 因为有了很好的回答 这能够使到我们的成交力 高效 保险是为我们千家万户 送温软的高尚事业 MDRT也是我们保险界 高尚的品牌 所以我们一定要达到这个MDRT 高尚的品牌 你们一定不能够忘记你们自己的初衷 因为保险代理员 已经具备了有高尚的爱心 以及责任感 所以你们一定要坚持到底 达到MDRT这个高尚品牌的目标 你们一定能够成功做到的 谢谢